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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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来到今晚的《哲学是这样》 我是你们今日的主持人阿冯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是理解是怎樣煉成的 其實我們想說什麼呢 就是全識學 如果有追開我們節目的觀眾 無論是以前港台節目哲學不斷談 或者是我們現在的節目 你們會經常聽到很多語言 例如全識學循環 上帝已死 作者已死 然後我們港台節目 其中一集叫做《理解你自己》 全識你自己 我們都用了很多全識學的概念 但我們從來都沒有系統地說過全識學 所以我們今集是想做這個工作的 在開始之前我就介紹一下今晚的主持拍檔 在我右邊就有朱文 我提醒你 我們現在是YouTube做的 不一定今晚看的 很多不同的時間看的 我調節不回來 你由電視走進網絡 因為這一個節目是我第一次做主持的 你是救世袋人 希望大家諒解 我不是要弄一些嗎 不諒解你 但我要介紹給你們 我已經猜到要有人這樣留言 不敢說 非常多人在慢著其他話 阿鳳是何時回來的 是的 我們今集主要是說全識學裡面 幾個重要的人物 包括有 Shyrmacher 迪爾泰 然後 Wikker 加德馬 還有 凱德格 我們都嘗試在今集的節目上 就說一下他們 雖然你的次序又撈亂了 對 一點點撈亂了 應該是Heidegger 之後加德馬 可能最後就說Wikker 這樣 一定要順次序說的嗎 我怕觀眾搞錯了 主要是四五個人物 是的 我們應該都是順次序 這樣交代整個全新學的發展史 就是剛才提到的很多核心概念 都會在陸陸續續在不同的介紹的人物的時候 會說一下他為何提出和概念的內容 所以有一點像是一個全識學史的概念 所以我們就由Shyrmacher開始說 或者一開始甚至應該再說一些 就說這個學科是甚麼來的 英文叫Hermeneutics 其實你看個字就知道 Hermes 最初是說傳遞上的那個神 雖然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學到東西了 那個牌子 真的 古希臘有一個神 如果你看藝術品 怎樣認得他 就是他的鞋子有一個翼的 其實他是一個信差 這個象徵後來很多電影藝術都會用 但他未必會有一隻鞋子 信差是西方歷史上有一個獨特的地位 即是彼方神傳話會變成這樣 但是最早的意思就是傳達信息的那個神 所以四哥今天伸水小偷的任務已經失敗了 可能他講完這句話 但是這個很重要 所以你看到整個學科的開始點 為何會這樣分析呢 就是因為其實是關於信息的傳遞 大家如果回到西方之後的傳統 就會問一些問題 包括了我們的經典 最核心有兩個大範疇 因為就是宗教經典 譬如聖經 聖經裡面有很多文字上面 我們會問為什麼呢 因為他怕解錯 上帝的話語 大哥你解錯 你會得到錯的訊息 所以你能否得到正確訊息 拿到正確訊息 就很重要 所以就是那個信差的工作 另外一種很重要的經典 就是尤其中世紀之後 會看回古代的希臘和羅馬時期的經典 包括了帕拉圖阿里士多德的那些 包括了其他的那些 比如河馬 那你就問了 其實那些人說什麼呢 又經解錯 又有時代距離之後 也不容易去明白 於是這兩種 其實就有了一些問題 就是如何可以合理地 正確地去讀的文本 其實還有的 法律也是很需要解釋的一件事 你知道其實問題是同樣的 跟《解釋經》 因為你的字這樣寫出來 但是我們很多時候要 合理在這個世界上 就是《聖經》可能就是 我們最後跟教堂要怎麼建 或者某些人做了一些事情 他算不算違反了我們的教義呢 法律也是 就是它可能很普通的一句話 但是我們要解釋它 然後才可以得到一個確實的意義 我很快再補充一點就是那個經典 就是希羅時期那些經典 就是因為那個政治環境 社會環境 中世紀 導致很多年在歐洲比較少流傳 或者是理解 所以就是剛才 嚴肅說的一個時代隔閣 就是文藝復興 然後就在伊斯蘭世界 傳回來 然後怎樣讀那些經典 隔了一千年 尤其是Alsoto 很出名的 就是出了去再回來 因為它沒有了 沒有了流傳 然後去了中東 原文已經沒有了 我們要靠逆文去看原點 那我再補一個小句子 就是剛才我們今天說的主要是西方哲學 但我想提出其實你剛才看到核心問題是甚麼呢 就是怎樣正確解讀一個文本 這個其實是核心的哲學問題 其實同一個問題在中國傳統是一樣的 即是我們問四書五經怎樣解釋 是很重要的 如果去到後面譬如青代 講那些考據學 大東元 大政 都有一個類似的討論在 其他傳統都有 不過你今天的焦點是在西方哲學的傳統下面 所有體傳識學都是因為寫我的博士論文 是的 我也有引用到的 是的 那我們是不是正式進入 是一個Shyrmata 寫一個人物 我猜這個很重要 因為剛才我們說的 有幾個變化很重要 我剛才說的其實是很地區域 有一個報的討論 因為在有一個浪漫時期的哲學家叫Snymark 在Snymark之前 其實大部分的討論是自己討論自己的 即是解經那些 聖經那些是神學家自己討論的 接著你解古典文學那些 古典文本那些是自己討論的 那你是會自己爭論的 他不會覺得 我解聖經應該是有一套解聖經的方法 我解其他的經典應該是有他自己的方法 不會說我的方法可以通過 因為那個文章不同的那些文章 是的 因為譬如聖經那些是神聖的 是上帝透過各種解釋 透過人類的手 或者不知怎樣 先知 先知令到他出現 但是那些經典的希臘羅馬 是人寫的 所以賢叔的說法就是 在Snymark之前 他們會比較分開 兩種對那些文章的閱讀 他們自己有一套 究竟怎樣解釋 阿里士多德 他們自己有一套方法論 怎樣解釋 那些福金書 又有自己一套方法論 他們就不會覺得 兩者是有些共通點 因為那個文章的文章 是那麼不同 我們怎樣解釋 他的方法論 都是分開的 而Snymark 其中一個最大貢獻 嚴叔應該想說 就是他好像打破了這個格核 去問究竟理解文章本身 這個活動是什麼 那他給我的名字 他叫做 General Hermaneutics 就是以前那些很特別的 或是 Regional 是的 那現在給我一個 General Hermaneutics 就是 我不是再特別的 因為他們都是文本來的 其實如果他們都是文本 文本之外就是文本 當然是有些共通點 如果你要正確的閱讀文本 就似乎我們一定要找到一個方法 去閱讀任何文本 都應該要持守某些標準 找某些方法 那時候就問了一個普遍的問題 就不再停留於某種特定文本 這就叫做 General Hermaneutics 所以其實一開始 Snymarker的初衷 是對峙什麼呢 就是對峙誤讀的 Misunderstanding 他有一個很出版的說法 就是 哪裏有Hermaneutics 就逢是有誤解 有Misunderstanding 就會有Hermaneutics 所以看到他的出發點 是仍然非常Methodological 很方法學的 就想找到一個正確解釋 文本的方式 不過就不只是停留於某些個別的問題 是文本 基本上的 這個位置 譬如我主要對整個發展史 可以在這裏交代了先的 就是剛才提到一個正學家的名字 叫域區 其中一篇 我覺得很出名 亦都整理得很好的文字 就叫做 The Task of Hermaneutics 就是詮釋學的任務 其中一個整理的 詮釋學發展的其中一條線 它就叫做 Divisionalization 就是去區域化 或者這樣的意思 就是 詮釋學其中一個發展方向 就是越來越普遍 問的問題 但它有另一條線 我們之後一定會再說 就是 Radicalization 是越來越激進 越來越深入 探討的問題 就好像由一個 怎麼讀一個文章 的一個好像比較 不是那麼重要的 字學問題 越問越深 所以它整理出來的 整個詮釋學的發展 就由這兩個發展方向 一方面就越來越 Divisional 另一方面就越來越深 所以它是有這樣的整理 而它覺得 Shine Marker 就是其中一個最明顯 Divisionalized 問題的一鬼 詮釋學家 就是它不再拘離於 那些文本之間的 Divisionalized 它問一個 總統的 如何理解這個文章的問題 所以它在這裡 都覺得有一些 叫做 Critical Spirit 就是有些批判 折學的意味在裡面 就是如果大家有跟著 我們都知道 康德其中一個任務 就是問知識如可能 問如何認知到一些東西 它都不會局限於 某一種知識 它是問所有知識的基礎 在哪裡 所以在這個角度而言 Chine Marker的突破 是它覺得 是Critical 就是和康德的突破 有點像 之後我們再說 都會不斷回來 這個面向 這就是Chine Marker 其中一個貢獻 劇透一點就是 現在我們正在聽說 一些方法學的問題 所以你看到 應該如何 越當一個文本 如果大家不敢 興趣這個題目 不要緊的 即是你不喜歡讀書呢 對 過一節後 就會完全不同 為什麼呢 因為後來會有一個 極大的轉向 所以一開始說 蘇南亞很重要 就是因為它奠競了 某些方法學 或者知識論學的基礎 就會有一個 完全不同 去到一屆時 這樣當然會再說 所以那個劇透就是 你不喜歡讀書 你就覺得這一集 在討論怎樣讀書 怎樣解經 不關我的事 但不是 現在就說 Heidegger的最厲害的招 就是說 不是 你能做人 你就已經陷入了這個活動 這個就是我們 因為到了後來 就是它的測試 不僅限於文字上的文本 而是我們的人生 或者你怎樣看世界 都需要詮釋的這個功能 那你可不可以 去第三節 可以的 如果大家想的話 你可以按下面的按鈕 大概有三十幾分鐘 我只是想說不行 我們想提供做 你不喜歡 我怕他們誤會了 以為我們今集 就是要說 怎樣解經 怎樣解文館 就不是的 大家都不要 不完全是 我會先說這部分 但你們不要因為這樣 而離開 為何我們花那麼多時間 講這件事 講這兩句 因為我覺得不可以跳 如果可以跳 我們就不講 因為後來的人 那些很正常的想法 其實他也是建基於這些 他不是完全接收 也好 他會改善 或者有些地方去放棄 也好 你也要先知道這些 否則你自己拿著文章看 你就真的不知道在做什麼 或者你按第三節看 你就不知道在做什麼 我很快去講說 趙拉莫克正面的立場 理論主張 他問了有一個測試 不要理會她現在的測試 但他們是普通的 一個測試 我應該怎麼接觸他 趙拉莫克很有名 有兩個分支 去閱讀一個測試 有兩邊的 叫法 有一個叫做 是有一個叫做 文章的解釋是很簡單的 他做法就是看一些字 因為他說很簡單 例如你看到文本 很多時候你會誤解了 文本說什麼呢 你根本誤會這些字說 尤其是文本跟你已經有時代的距離 這東西更加明顯 你看回希臘年代的字 或者用中文做母語 你看回孔子說的東西 莊子說的東西 就算那些字是相同的方法的字 但意思是可以經過二千年的變化之後 是千屬萬別的 所以大家要做的就是 就是詳細的解釋 就是搞得對那些字是什麼意思 這個沒有問題 但第二部分是什麼呢 就是它叫做Psychological 初時叫做Teleco 叫做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透過做詳細的解釋 找到文字的意思之後 目標不是純粹想看文字怎麼解釋 這只是一個步驟來的 真是核心的是第二部分 就是也都反映到Shnijmacher的 那個浪漫主義的傾向 什麼叫浪漫主義呢 就是它會覺得 其實人在創作某些東西的時候 比如整個文本出來 其實我本身有一個情感 作為一個開始點 創作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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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作為一個開始點 其實作為一個閱讀者 傳遞者的責任是什麼 就是透過不要弄錯字的意思之後 最終其實你想找什麼 是重新過一次 在那個人創作某個文本的時候 他那個經驗是怎麼樣 他那個時候的想法 或者那個初衷 甚至那個經驗 如果你是能夠透過解讀的字 最後甚至加上其他旁邊的不同的佐證 就能夠進入那個人 那個特別的時刻 然後經歷一次 他創作某個文本的經驗 那你就真的成功可以 傳遞到那個文本 你就沒有那麼多傳遞 其實這個方法 我覺得比較貼近常識 可能用一些具體的例子 會容易理解 就是雖然在學界有一點點過事 但是我覺得作為一個開始點 是容易知道全新學在做什麼 例如你要看 可能一百年前的某個小說作家 這樣才算 然後你怎麼讀他 我們有兩個方法 一方面就是 你不要把他講的字 以為你今天的意思直接倒進去 你要知道當時用這些字的人 原來普遍有這樣的用法 這個就是詳細的角度 但是這個是一個特別的 獨特的作家 他是一個精神 究竟他會怎樣用這個 公共的語言工具 來講他的話 真正理解他 就是要好像進入他的意識 將他的創作過程 解放一次 所以 雖然比較過時 就是會怎樣 例如看他的日記 看他的書信 看他的其他作品 然後我了解那個人之後 我就更加容易進入到他的心靈的世界 我就真正理解到他想表達什麼 這樣 所以我這裡很快有兩點補充 我不要說很快 一人又慢了又被人罵 我很慢地補充兩點 你是不是真的很快 很慢就不要 第一點是關於 剛才四哥和嚴肅都說 其中一個 Tramarka覺得詮釋的目標 是要再過一次 就是他整個創作的過程 再過一次 我覺得這裡可以提到一些 就是 剛才阿鳳在開場的時候 已經提到 作者已死 這個概念 那麼 這個概念對於詮釋學來說 當然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要記住就是 在詮釋學史上 如果當Tramarka也是一個詮釋學家 他不是這麼同意這個說法的 他是覺得作者是很重要的 他那個作者的心理狀態 甚至是詮釋任務的目標 所以這個就可以看到那個發展的不同 就是 起碼去到Tramarka的時候 這個詮釋學在這個階段 仍然是以尋求的作者 那個原意是扮演著 整個詮釋活動的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甚至是最終極的一個任務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剛才嚴肅提到 關於浪漫主義 我補充一點的就是 其實跟我剛才提到的 康德有一點點對揚 就是說 我覺得浪漫主義 或者觀眾沒有這麼熟悉 我很快地講一點他的想法就是 他覺得人 不像康德 或者那些啟蒙運動 以降的那些哲學家 或者思想家這麼想 覺得理性是 作為人的最重要的一個特質 或者一個面向 反而是他一些 比較非理性 或者情感的面向 是人最重要的那些面向 所以他會很吹崇那種 很激昂 很非理性 那種不是很有意識的創作 走神精神 對 那種某種的激動 那些情感 所以 Shyamaka 雖然剛才提到 受到某種康德意義的 那種批判哲學的影響 他要做的事情都是某種 退後一步 問一些事情如何可能的一種工作 但是同一時間 他對人的理解 是比較接近浪漫主義對人的理解 他不會覺得人就是得理性 人更加重要的是 就是添付給你一些很厲害的才能力 然後一個天才如何創造那些作品 他的作品就是這樣 而我們的任務就是了解那些天才 甚至重新過一次那些天才的創作過程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可以交代 其實整個全息學既有浪漫主義的影響 也有康德批判哲學的影響在裡面 那這裏有幾樣東西可以再補充 雖然你的補充的確不快 這裏我也有一個不快的補充 就是第一就是 蘇拉媽哈這個講法下面 他插發了某些之前不重視的面向 之前我們研究過 譬如聖經或者某些經典的文本的時候 我們著重的是什麼 向文本自己的意思是怎樣 就好像是往外尋的 我們去找個意思在哪裡 但我們有時候會有一個講法 就是如果我剛才講到康德 蘇拉媽哈有時候被人覺得 跟康德一起做了某種叫做哥伯尼式的轉向 哥伯尼式的轉向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看天文學的歷史裡面 以前我們覺得地球是整個宇宙的中心 不是 太陽 以前 以前那個地球是什麼玩意 我以為我錯了 這個不關什麼科事 是引的問題 以前覺得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所以大家圍著地球轉 但是哥伯尼就提出了太陽星星的中心 所以就改變了什麼星星的中心 什麼為主要什麼轉 那康德做了什麼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他在研究知識的時候 不再那麼著重 就是講一些知識的對象 然後發現了我們要研究 我們如何認識作為人 如何認識者 如何認識到世界的東西 我們不是只看一些東西 要回去看看人 有什麼條件可以認識到那些東西 於是人是主體 所以有時候主體會突然變回哲學的中心 而不再講一些研究的世界 對象 在這個角度來說 有些人會說 他做了同樣的歌白儀式轉向 有一個專注的 原本在文本的意義上面 那當然有意義 但是我們慢慢地發現 如果你有意義的話 同樣在我作為人的主體上面 同樣在我作為人的主體上面 同樣在我們會有一個經驗 叫做understanding 你不可以就這樣有意義 然後沒有understanding 當然有些人 作為主體 那些意義 以前就只看那些意義 是什麼 但是現在他就問了一個問題 如果你要問的是普遍傳適的時候 有些什麼傳適得對的方法的話 我們不得不只在那些意義上 同樣的時間 不可以只在那些意義上 要回去看作為人的時候 我們那個理解的東西的時候 的經驗是怎麼樣 那件事是怎麼樣 那就發現了 有這兩個過程 我們就要明白那些詳細文字 不要搞錯 之後再重新進入那個人的意識 就是通過他的生活 這才是我們明白了一件事的時候 他明白的經驗和過程 於是他就會有一個高文力聲主響 不只是看意義 這就和康德是相互的 不過是在傳適上面說 結構上 方向上 方向上是一樣的 我們這一集就先講到這裡 下一節回來 再跟大家聊傳適學 網友Calvin Poon說 喂 你們這段廣告很煩喔 Calvin 明白的 不喜歡的 買了它吧 買了我們這段Airtime去吧 你會不斷地看到我的 因為我們又沒有預算 又沒有廣告 這段就是我們唯一的廣告 Calvin 我給你一個建議 不喜歡的 買了我們這段時間去 行不行 我不可以 我們上一節沒有談不夠時間 談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叫做傳適學循環 所以我們在這一節的開頭 就想先談這個概念 英文就叫做Hermeneutic Circle 在Schleimacher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提出來 但是他有討論過這個概念 就是其實是做些什麼呢 這個概念 就是他講到我們去了解一個 或者去看一個測試的時候 我們會有部分 測試裡面可能你分不同的 目數和節數 而測試整體 如果你看完之後 你就好像看了整體 那什麼為傳適學循環呢 就是他會說 我們當由一節開始 我看到一、二、三、四、五、六節 那你頭一節的時候 你未了解整個故事的時候 可能有些東西你會讀漏了 或者未讀到的 去到你慢慢讀 就多了一點 然後最後你就看完所有章節之後 你就好像有了一個hold的把握之後 如果你再看回多一次 你才可以真正了解完 它的部分是說什麼的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想了解某一部分 其實你是需要看完整個作品 但是同時 如果你不看那些部分 你又看不完整個作品 似乎就好像有一個循環的關係 或者具體一點 用一些實例來說 其實《傳適學循環》 我們一閱讀就會有這個現象 就算是一句句子也有拍的 我們閱讀總是時間性的 我先看了這個字 然後看下一個字 然後看下一個字 所以是逐一部分的 但每一個小部分的意義 其實是未確定的 未是很了解它其實是什麼字 直到我整句看完之後 我就可以說 這個意思是這個意思 雖然有一句句子 還不太明顯 如果我們用整本小說的話 就很明顯了 就是我看了第一段劇情 但是究竟這一段劇情是什麼意思呢? 我一定會先把握某一個聲線 就是我起碼知道它在做什麼 但是你的故事一邊發展下去 就是我看了第一部分 譬如第一個 chapter 然後再看第二個 chapter 一邊發展下去的時候 那個意義就慢慢通過 我理解多了後面那些章節 就越來越清晰 越來越清晰 到最後 我才真真正正的明白 整本書的每一個細部份 在說什麼 所以是一個 我要理解到整個 我一定要由部分開始 但是我要理解這些 每一個部分 我又要有整個部分的 context 所以這個就叫做一個循環 我還不記得哪一個說 好像Ricor說 Thomas Mann的一本書 他的說法就是 這本書的特點是什麼呢? 就是每一頁都是全本書 全本書都是每一頁的 其實他好像說得很荒謬 根本這個只不過是一個全息的現象 就是這樣 但是也可以補充一句 就是有些書寫出來結構沒有那麼穩定的話 就是沒有那麼連貫 沒有那麼結合的話 其實這個現象沒有那麼明顯 的確是 所以他在稱讚他的 其實我覺得就用一個很日常的經驗 其實已經體驗到這個全息學循環 就是當你某一個作品 無論是小說也好 或者是戲也好 你看第二次的時候 你一定會發現你漏看了很多東西 就是因為你看第二次的時候 你已經看過一次 你已經有那個大約 就是對於他整部作品的一個整體的版額 然後你去看某一個特點的部分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整體的版額 加上去 所以也都解釋了 為什麼我們平時 如果我們重複看某一些作品 就會多看很多東西 就是這樣 但是那個部分又會影響你 對整個部分 就是你看第二次 你再看那個部分 又會影響你對保持的理論 是的 這個是我想補充的位置 因為剛才阿鳳和四哥的表述方式裡面 都不如同有一個 我不是很舒適的說法 就是漏了 而且你才能看得完那些部分的意思 你好像覺得部分的意思是可以看得完的 其實《全身循環》這個概念上面 有一個真論在這裡 我應該可以講一下 就是究竟那個部分是否可以看得完呢 如果剛才你真正認同一個循環的話 是很麻煩的 那個機會是看不完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首先看部分的時候 你慢慢又會有一個假定的意思 慢慢你建立了整個屏幕的理解 看完之後 整個屏幕都不同了 你對這本書其實說什麼 有不同的看法之後 你再閱讀第一部分的時候 你整體的東西都不同了 這一部分 究竟扮演一個屏幕裡面 什麼角色呢 就不同了 所以自然有一個新的理解 但是麻煩你再讀它 再讀它的時候 那些屏幕的理解都不同了 它慢慢會提出一個新屏幕的意思出來 或者是修補過你之前的屏幕 或者是改變一點 我就是不舒服了 修補就好像有個答案一樣 這個就是我的一個爭論位 就是有一個說法下面 就是你經過那一部分變成之後 就要做一個新的屏幕出來 而屏幕的意思又會不同了 再看第三次的時候 那一部分的意思又會不同 那這個就是整體的循環位 令到屏幕會影響屏幕 屏幕會影響屏幕 屏幕會影響屏幕 那它的爭論是哪裏 究竟有沒有一個終點 如果對Sign Marker來說 是比較自由的 我們不斷透過一個循環 可以逼近 最終可能只是逼近而已 但它的基本的結論 就是逼近 甚至去到那個作者 自己創造某個文章的時候 的那個心理歷程 那樣的話 就似乎你來講的話 就是最終可以 去到那個作者的想法 那個經驗上 但是到了最後 我們再打開的時候 就發現未必的 有一個可能就是 我們打開了 甚至乎這個過程不會完 我們不停拍會影響 會影響 是一個永遠不會完的過程 甚至乎 不會說可以逼近到 某個作者的任何事情 但這個是Sign Marker 我覺得可以的 那 我們 Sign Marker 到這個位置 我們就可以落下一個 就是另一個傳識學的 重要人物 就是迪爾泰 那 怎麼樣 說一下迪爾泰 稍微笑偷 來吧 我講一點 你們補充 因為迪爾泰 我們是忍痛割了他的照片 但是很快地交代一下 我自己就不忍痛 我不是知道很多 真的 迪爾泰在整個傳識學的發展裡面 他在扮演一個什麼角色呢 就是 Sign Marker有一個很重要的貢獻 就是 他將他變成一個總統的傳識學科 迪爾泰 他跟他的時代有些關係 就是 他看到康德在做一件很厲害的事情 就是 他為自然科學變機 然後 那些自然科學的知識 我們得到一個基礎 我們可以肯定 但是 一個對照之下 究竟康德做的那些事情 是不是合併在 全部的知識領域呢 會不會有一些 知識的領域不適合他呢 即是他那種電機方法 如果我用了他那種電機方法 來看那些知識教育 會不會是歪了 甚至乎是 失敗了他最重要的地方 那麼 那這邊 傳統來說 就叫做人民科學 那麼 他就認為 他就認為 他希望做一個 類近康德的工作 康德就是為自然科學電機 但是還有一部分 是失敗了 這一部分 他就叫人民科學 我先說一句 因為我想讓人知道 什麼叫做自然科學電機 因為不知說什麼 所以不是做自然科學 他那時候最核心的 當然是想為牛頓物理學電機 就是牛頓的Physics 但是牛頓物理學 那牛頓物理學 那牛頓就自己做物理學 那電什麼機 但是其實牛頓物理學 是預設了很多概念 譬如 可能會預設了 有因果的關係 預設了一些 叫做正常性 預設了有普遍 有單一 有個體 這些概念 全部都是牛頓物理學 會用到 但是你在現實世界 的經驗中 不容易找到出來 怎樣都會見到 那康德其實 就會做一個工作 說明怎樣有因果 怎樣可以有普遍 怎樣有一 怎樣有多 這些就是透過 建立了這些概念 那麽意思上 可以說明到 為什麼物理學 是可能的 那自然方面 有個基礎 不是亂來的 這就是康德做的那個工作 但是同樣的話 就發現到 為什麼剛才他說 在人民學科裡面 可能不行呢 因為康德電的那些基礎 是什麼來的 他找到它說明什麼 因果 一 多 這些之後 當然是重要的 但是他沒有了某些東西 譬如沒有意義 那個基礎 說明不了意義 但是人民學科 某意思上 是要講意義的 在一個角度來講 就超越了一個空缺 要不就是 只得知識 只得自然科學 只得自然科學 其他就不是自然科學 但是你不想這樣說 你想人民學科也是 那基礎在哪裡呢 那就是敵以太做的事情 就是人民學科和自然科學的區分 這些就是物理的事物 但是人的現象就是人民學科的處理 譬如歷史 歷史是通過人的行動去組成的 因為我會做這些 我會發動一個戰爭 然後就產生一大堆的事件 這些是涉及人的動機 人的目的 這一堆東西的 你用自然科學的框架來看 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其實你看看康德就知道 是不會有這一堆的東西 在裡面 他只有因果因果的 是不是 結果他就認為 這些不同類型的知識 應該要用另一個方法去做一個關 他就覺得 傳釋學應該是適合做人民科學的方法 他甚至乎有一個區分 他會覺得自然科學那些 我們正在做一些解釋 而人民科學那些 我們正在用另一套的能力 我們這部分叫做 傳釋學就是 解釋的某種體驗 所以如果回到 剛才我一開始講的 律師的 發展那條線去理解 迪爾泰這一步 其實他是把傳釋學 關心的領域再擴闊了 因為剛才 雖然不再關心個別的文章 的方法 是關心我們 在基本上讀文章的時候 讀文字的時候 應該有什麼基本結構 例如剛才說傳釋學循環 但是迪爾泰會發現 這種所謂解釋 其實都是某種理解釋的體驗 其實其他學科 其他人民學科 都是在理解釋 例如歷史 剛才提到 是在理解釋過往的活動 為什麼會發生 它有什麼意思 那我就發現 其實我們可以再問 整個人學科 究竟它的基礎在哪裡 就不再是 就不再是 就說如何讀文章 因為他發現 讀文章其實都是某種理解釋 歷史也是在做類似的事情 所以他就問整個 人民學科的基礎 所以這個位置 是 繼續 我很快補充 一個就是 為什麼他這麼關心歷史 這個是他 人民學科 因為很多學科 可以有其他的文學 或者哲學 可能都算 為什麼他這麼關心歷史 其中一個很簡單的文化的 context 有些人不分析 就是 因為當時德國想進行統一 當時很多不同的地方 是比較有割裂的 那你做統一的時候 他要建立一套大的論述 講整個日耳萬民族 怎樣是 一路以來走到這一步的 那所以他進行一些政治的 統大一統的功夫的時候 他需要一個宏大的歷史論述 他作為那個政治項目的基礎 那所以當時整個德國的歷史環境 甚至當時沒有德國統一 其實的歷史環境 是很重視歷史 那所以也影響到迪爾泰自己 這麼關心歷史的基礎 我想再補充一個細節 就是 我想解釋一下 為什麼丟臺和斯拉媽哈 那條線 其實 很可以理解的 如果我們記得 剛才第一次說 斯拉媽哈就是 我們要理解那個人 他在想什麼 現在丟臺就看到 自然科學是沒有理過那些人想什麼 但是如果我們要理解歷史的話 為什麼這場戰爭會發動 我們要知道那些人想什麼 就是 因為你侮辱我們那個民族 所以我們要打獲你 那這個 你又看到了 全世學就是這樣 如果跟著斯拉媽哈的傳統 就是我要理解那些人的思想 原來這些思想會導致一些歷史事件的發生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是有一條線索這樣連下去 所以其實 朱鑾剛才所說的 基本上等於什麼意思呢 就是文本的概念 就是文本的概念 是越來越闊的 在丟臺這個手上 因為以前 我猜是還在講文字 我猜是真的有些文章 在裡面 例如《Prieto對話錄》 《聖經》 但現在的標題是講的是什麼 例如歷史發生某一種事 例如《拿破崙戰爭》 例如《拿破崙戰爭》 如何發生 例如《一戰爭》 舉個例子 我看回歷史 我讀的時候 是把歷史看成一個文章 但事實上它不是一些文字 是《拿破崙》自己的文章 是《拿破崙》自己的文章 是嗎 那要看《拿破崙》 為什麼要發動那場戰爭 要回到他的歷史時空裡面 所以就是文本的概念 一確闊出了 其實在講很多有意義的東西 就叫做文本 而我們的問題就是 我們如何可以恰當地 讀那個文本呢 而第二件事就是 如何讀 如果你這樣放在這個《處境》下 去理解這個學科的話 你真的要去過那個人的 那個經驗 例如《拿破崙》這樣 所以在《方法學》上 特別強調歷史 他很強調 我們就要理解 例如說《拿破崙》 我們找回《拿破崙》當時的處境是怎樣的 歷史上發生了什麼物落 在整個《Nexus》 整個網絡下 為什麼他會在那一刻 有沒有那種情感 有沒有那種想法 於是他會做了某個行動 這樣就可以成功回到 回復一次的經驗 所以在《Dilta》的手上 就會特別強調歷史 甚至比《Schnite Marker》更加強 更加多 這是他的大的方向 而最終就放在一個 有趣的框架下 甚至就是 如何為人民的方向天氣 甚至他在很多位置都繼續繼承《Schnite Marker》的想法 都是很重視心理學 重視如何進入 他也是很受浪漫的主要影響 如何進入天才的腦 意識的活動 如何理解他整個心理生活 心理的狀態 都是他覺得人民學科很重要的一個面向 所以這些都是一脈相承的 所以說到尾就是 如果這樣說的話 我再說到這個《Dilta》的股 就是 那個目標 我們平時當然要理解很多文章 例如說文字 也許我們那些行為 例如拿破崙那些 但無論那些行為也好 那些文字也好 其實只是某種人類精神 作為浪漫主義的想法 就是人類核心也有精神 那種程度 就是那種精神情感的外顯 我們透過文字 可能是在表達外情感 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 透過我的行動也是 那些就是一個文章 但最終那些文章的過程 最終是透過那些過程 找回 即是重新過一次 那個人的那個情感 這個就是那個 而他又會覺得 人這種生物 很多時候有某些情感 某些想法之後 是會有一些規定 有某些結構 去將它外顯出來 所以為什麼有某些行為 讓他們哭 就變得傷心 笑就變得開心 寫某些字 就變得某些情感世界 下一個位置 人去表達自己 是會有某種 Structure of Expression 透過這個位置 我就可以慢慢 刻斷地閱讀 結果回到那個人的內心世界 重新活得持 精神的面貌 所以他不是說 真的可以進入別人的腦 而是他相信 那個腦是會外顯 外顯成為某些基本的結構 透過他當時的人際關係 他處於什麼年代 他怎樣做事 怎樣做事的行為 就像收集一些情報一樣 就嘗試畫這個人 有些人說這些位置 就是很刻薄 就是覺得那個心靈 一定會外顯 於一個公共的領域裡面 我們透過了解 大家都看到的東西 可以了解那個個體 那麼我們這一節 其實是有一個目標的 就是我們要開 開得格 我很快賣個關子 等觀眾下一節有些期待 總之呢 下一節 我們就開開得格 最關鍵就是 剛才我們說的 他的轉向是什麼 我們剛才說的 都是很知識論層面的 就是究竟怎樣奠基 為閱讀文書的那些方法 人民學科 如何找一個穩固的基礎 說明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知識 都不是輸給自然科很多 是平起平坐 很認知的 還有整件事情 好像一開始這樣說 好像是對某些人有意義 這個問題 就是對那些喜歡讀文書的人有意義 但是最關鍵就是 海德格是一個叫傳有論的轉向 他的關鍵就是 這個活動 傳釋這個活動 不再是你可以選擇 做不做的 不再是你 我喜歡讀書 那我就要傳釋一些東西 我喜歡研究歷史 那我就要傳釋一些 過往發生的事 或者那些歷史人物 但是海德格最大的課程就是 這個是人的存在結構 認識一些東西 或者傳釋一些東西 或者傳釋一些東西 這個活動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我們每一個人的存在 本身就是一個傳釋學的結構 所以當我們說傳釋學的經驗 傳釋學的經驗是怎麼回事的時候 同一時間說的是什麼是人 最終我們核心傳釋學後 有一個存在的亂轉完之後 就變成某些探討人的存在結構的問題 怎麼知道是人 人是怎麼跟世界打交道 人是怎麼跟其他人打交道 是什麼是人的問題 跟自己打交道 跟自己打交道 怎麼認識自己呢 這個就不再在一個方法上 或者在成為知識上 如何獲得知識的穩固基礎 是人是什麼 是人是什麼 而傳釋學這個轉釋 就令到打開了一個極度大的天地 而這個就是 Ricke說的 Redicalization 就是Dilta 更加根本 就是Divisionalize 而Heidegger就是更根本 問人是什麼 原來人就是傳釋 就是傳釋活動 這個我們就下一節開講 多謝你開了這個頭 原來我才是新水小頭 那我們這節呢 先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講 舒適的質感 通爽透氣 讓你無恐都可以呼吸 溫柔地包裹你每一吋幾乎 就好像我抱著你一樣 除了各款T-Shirt 還有外套 Toe Bag Pair牌 書本 等各款圖讀室的產品 除了香港本地 現在還可以海外郵購 直送到你家門口 大家快點去圖讀室網店選購 然後呢 說這麼快 我們已經去到第三節了 多謝你上一節就帶入了海德格 不用這麼客氣 多什麼謝 只是客套說話 我們既然說到海德格 所以一定要給四哥介紹 你不要這麼說 我們已經預約了 第一節說到第三節會說Heidegger 不會騙人的 我們 正如剛剛第二節最終的諸文所說 到了Heidegger 全聖學變成了什麼呢 變成了一個 是一個 就是存有存在論的一個轉向 正如主持人剛才這麼說 他不再是我們 閱讀一些歷史的文獻 或者歷史的文脈 去做一個 再建築 那些人是怎樣的 Heidegger的看法就是 根本人這種存在 他必然地 他的存在結構 有一個他叫做 所謂的構成項 就是人很簡單地說 我們沒有辦法不是傳適這個世界 我們沒有辦法不是用一個 解釋的方向去理解這個世界的東西 所以 人們注定一定會是這樣的 你可以說 他在做一件事就是 剛才Dilta那個 他已經注意到一些 啊 那個文章已經擴大了 剛才你說 但是擴大了多大呢 去到Heidegger 真是人類經驗自身 你只要經驗到這個世界的東西 我們的經驗就是傳適性的 其實是 我們經常講的例子就是 一隻杯 就是我們看到一隻杯 不是好像一個 機械眼睛一樣 看到一個立體 然後它的形狀是什麼 不是這樣的 我們看到它已經是有意思 它是一個杯 在這裡 那張桌子也是一樣的 桌子可以五花八門的形狀 這張已經夠奇妙了 但是我們知道它 我們知道它是一張桌子 為什麼呢? 因為我把這個形狀 我代表了 它是一張桌子 這樣 這個呢 Heidegger就說 這個是A structure 所以人體的東西 其實 跟我們讀符號 讀字 是有某種類似的 有一節就是 就是講這一點 是有一點點符號性的 就是我們看一些東西 不會是沒有意義的 看到一個物理客體的 我們看的時候 總是有一個意義的 就是A structure 那跟我們之前說的 傳釋學的那些 功能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你想真點 如果傳釋學循環 是我們傳釋一些 文章的時候 的一個必然的結構的話 我們看這個世界 我們的經驗 一定是傳釋 那會不會也有這個結構 供應了下去呢? 我這樣說的答案 當然肯定 是沒有錯的 所以 但是 那個巧妙就是 經驗原來也是一個傳釋學結構 其實我們在不同的集數 都講過這一點 不妨重溫一次 那是怎樣的呢? 譬如我看到這個杯 就成為一個部分 成為一個部分 然後呢 為什麼這個是杯 有這個意義呢? 其實它要在一個 context 下 就是去到最大的 我們可以叫做 whole Heidegger 就叫這個世界 我們之所以會理解這個 做杯 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要某一個 context 控托它 它才可以作為一個杯 存在 我舉一個例子 例如呢 你知道現在的商品 可以很古怪的 即是 你設想 有一個杯 設計到很奇形的怪狀 你如果出現 context 你可能真的不知道它是什麼 但是呢 如果你在一個餐廳裡 你叫杯飲品 它裝了這些東西給你 裝了一些液體給你 你就知道這個是杯 但是你為什麼會知道它是杯 其實你在做一件事 就是你詮釋它 作為一個杯 就是因為配合了一張桌 配合了餐廳 配合了餐廳的服務 然後配合了我們這個經濟模式 人類的生活模式 在整個大堆東西之下 我就將這個部分 閱讀為 理解為 還閱讀好像有一點點不好 理解為一隻杯 所以那個部分的結構 依然在這裡 而正的地方 就是剛才嚴叔說 咦 其實可以不斷循環的 這個結構 因為 再要講另一個元素 即是我們要達到 詮釋到一些東西 Heiligen有另一個 term 他有一個叫 Fall Structure Fall Structure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一定要本身有一些東西 有一些概念系統在背後 有一些前設 可以叫做 接著我們是 憑藉著這些我們已經有的一些觀念 一些想法 才導致我們會讀到那樣東西 會理解到那樣東西 像那樣東西 這樣 這些跟那些什麼處境性有關 但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應該可以明白 就是你不懂中文 你不會看到中文書 那一隻字是怎樣 所以你總是要有一些東西 但是 去到日常生活經驗的層次 就未必是識字 因為如果Heidegger說的話 是對的話 文盲都詮釋的 其實 就算他不識字也好 人的經驗本身 就一定是有某一種 閱讀的符號 如果他沒有自然的話 他不需要識字 但他不識字也好 他也有這些 後來的人叫做 不懂得懂的一些功能 就是他總是有一些 現在的 對世界的理解 然後他才可以解釋到那些東西 配合剛剛嚴叔說的 全世界的重環就正了 就是 我憑著某一些已經有的想法 去看世界了 去看這些物件 甚至乎看人 甚至乎看動物 但是 當我經驗增加 我經驗增加就好像 我看那本書 越看越多 我可能身體的東西 會動搖回 我原本 之前看過那件事的意義 例如我原本覺得 狗是可以吃的 狗是食物來的 但是我一直發展下去 看得越多東西之後 可能那個徒 令得我再反思 是不是應該這樣砌它呢? 可能它的意義會改變 這樣 所以這個剛才的狗的例子 就是 如果你覺得狗是可以吃的 這是最初一個 我們的Pianna standing Pianna standing 今天理解了的狗 就是分類為 又比較有意義 就是一個食物來的 但是這個存環在哪裡呢? 我試試解釋一下 其實有幾個存環很有趣 但是最明顯的存環是 剛才的存環是 它會影響到 我們有機會看看 會配合整個世界 就是狗是可以吃的 但是你會發現 慢慢看了很多動物之後 其實就不可以 因為它和其他動物 好像有點不同 你看看的時候 它甚至會對整個世界 有一個閱讀 不是只對狗 一隻動物 是狗 在整個世界 整個網絡下面 它在霸併什麼角色 就發現它不是很正常 讀得狗多之後 於是 就有機會 當世界理解不同了之後 重新再討論一隻狗的時候 它的狗變成另一個東西 就變成不能吃的 它是寵物來的 好了 但是你發現狗的寵物之後 有機會是這樣的 你慢慢看到狗的寵物之後 你對其他世界也不同了 就是原來 世界可以有些動物 口裡是不能吃的 慢慢就發現 一個屁股都可以不同的 就是 會不會其他動物都可以 不是在食物的框架下面 就是分類到另一邊 那時候慢慢覺得 可能是狗變成不是食物的 這個分類 因此我對一個屁股的理解 就是整個世界裡面 有些什麼是食物 甚至把所有動物都撥走之後 再看回每一隻動物 可能我後來就變成熟食者 我們牛仔豬都覺得不能吃 就重新給它一個新的意義 那些動物 剛才有一個循環 就是一隻對個別的東西的理解 可能影響到我們世界整體的理解 越來越大越大 最終影響我們對個別的東西的理解 那麼這個循環 看見都是一個部分的構圖 但是就是關於我們對世界的理解 那麼 這是第一個循環 但是在哈利加手上 我自己覺得有另一個 全身的循環 就是包括了剛才的 因為我們總是有一個先在理解 那些循環是怎麼來的呢 要問這個問題 其實哈利加就很強調 講時間這裡 就是我們怎麼會有某一些 循環的循環 可以用循環的循環去理解 從而使出它有某種 做什麼 有某種意義 原因就是人類 人類會往往是 在某個情況下存在 在某個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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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來投射自己 看我會想做一個什麼人 這樣就賦予了我們的能力 決定一些東西 會呈現成一個什麼意思 之前我們都說過 可能你是想讀書 可能紙筆物演就是 幫你完成你的目標的工具 但如果不是 你想成為一個足球員 那紙筆物演可能是多餘的東西 就是那個意義 跟我們的投射 跟我們未來的想像有關係 而這個位置 也有另一個循環在這裏 就是在於 我們可能會對世界不同的理解之後 我們會對自己有不同的投射 可能你現在的世界是怎樣 例如世界原來很沒意義 那些人是怎樣的 我不想讀讀書 從此之後 我就改了自己 對自己的看法 我會投射自己的一個新的未來 從時的劇場聲音不同了 再弱一點的時候 那我不再想讀書 剛才的紙筆物演員 不是我們很有意義的工具 也變成可能是不重要的 就不再重要 那又有一個循環在這裏 我補充我覺得 哈利亞的討論的部分 就是兩點 第一點就是 原來我們最直接 第一東西的經驗 就已經是賦予了意義給他 就是這樣 這是第一點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扔得走 這個 你剛才說的那個拋扎性 他叫做 就是我扔了進這個文化裡面 接著 那些東西的意義 我慢慢成長裡面學了 接著我沒有辦法看到 一隻狗不是覺得他很好吃 雖然我不是這個文化 雖然我設想是這樣的 沒有辦法不是這樣的 這是第一點的直接經驗 就是這樣 但是他現在告訴我們 其實是有一些前設 導致我會這樣閱讀 這個其一就是 我們的經驗就有意義的 第二 我先說一下第二點 第二點跟剛才 全身學循環的有關 就是 咦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是可以變 那個經驗 即是既然這個是 因為我的琵琶舞 導致我這樣閱讀的話 其實可以不是這樣的 而這個怎樣做 通過一個全身學循環 不斷擴闊之後 但未必一定會走向 因為跟後面的討論有關 未必一定會走向改變的意義 有時候有機會是加深了 他真的很好味 真的會變成這樣 都是可能的 但我講一講 我有一個訊息 就是學德九強的一點 之前我們平時都覺得 我們什麼時候會有理解呢 就是我們成功解釋了一個討論 之後 後的解釋 我就產生理解釋 你根本就不知怎樣 解釋一個討論 因為剛才你說 我解釋一個討論的概念 就再確鋪了 大家知道 不僅僅是 現在不是文字 也不僅僅是 人類精神的任何外顯行為 包括世界上任何東西 自然物 知道它有意思 也是一個討論 但是這個討論是怎麼來的呢 為什麼可以有它的討論呢 他說 不是的 你可以一開始 剛才四公說一開始 在解釋 已經有討論的 這個意思是 我們總是持有某些東西 去放進去 為什麼是一隻杯 就是因為我遇到一隻杯 它已經在某一個 我們《pre-understanding》的 世界物諾下面 它在整個網絡下面 擺某個角色 所以就會把你寫一隻杯 這個《pre-understanding》 是我們控制不到的 我們被投債某個位置之後 就是我們在某個時代 某個城市 什麼文化的出生 可能已經構成了 最原初的某一種意義網絡 所以我決定了 我遇到一隻杯之後 它會放在什麼物諾下面 但是後來可以改 但是起碼 我們不可能沒有了那個框架 去說這隻杯什麼意義 因為這隻杯的意義 就一定要相對於整個網絡框架 才可以說得到 所以是《understanding》 我再說一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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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在你面前說 雖然我想說整個節 你繼續 這個我還有一個我覺得很刺激 其實剛才嚴肅碰了一點點 就是跟傳識者 或者叫主題 雖然他現在不會喜歡這個字 是有關的 因為 如果我們的經驗無可避免 一定是有一個傳識的向導 我怎樣理解我自己 其實都可能是我投擇了在這個世界裡面 然後我用了這個世界的一些《understanding》 去解釋我自己 例如我的生理性別 其實是某一個文化裡面有某些意思的 生理性別 然後我就被迫著 我甚至乎是不自覺的 就好像我看到這個是不是杯 然後我就是女人 我就是男人 然後還會帶著一堆東西 同樣地 原來我們的自我理解 自我形象 都可能受到這些環境的滯爪而出現 同樣地 其實都是可以突破 其實他既然是《understanding》的話 他的特性就是 可以有其他的詮釋方法 導致我有所改變 這樣就很嚴重了 因為我們的行動 是跟我們的自我理解有關的 我覺得我是一個什麼人 我就會覺得我自己可以做什麼 一旦我打開了這個 改變了自己的看法 我對我自己的看法 我可能就扭暗花明有一寸 我看到另一個 原來我可以這樣做的 就是這樣 我可以補充 我可以補充 我完了 我不敢說 你可以不打斷他 我那些沒那麼極的 我只是想幫助觀眾理解 就是對照剛才那兩個 我們討論過的全世界學家 其實到了這個位置 我覺得Rekyll有個說法很帥 他說世界這個概念 不取代了他者這個概念 在Heidegger的系統裡面 什麼意思呢 就是其實去到Heidegger 剛才講的其中兩個重點 就是A structure 和Fore structure 看Heidegger對於這個全世界活動的 其中一個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結構 這樣會有一個什麼後果呢 就是你想想 剛才我們講的 無論是Shine Marker 還是Diltai 都將那些文章 當然沒有這麼誇張自然物 那些文章 看成一個個人心靈的一個外顯 所以某個意思是 那個人的心理活動 那個天才的創意 決定了那個意思 所以詮釋的任務 最終是找他者 但是在海德格裡面 不是他者決定這些東西的意思 而是剛剛說了很久 是整個世界 是整個網絡 所以Rekyll就會說 在Heidegger的系統裡面 世界取代了他者的地位 我們要了解的不是他者 某個精神的心理活動 而是了解世界如何決定那個意思 甚至不是選擇 我們必然會帶著世界 理解那些庶別的東西 所以到了這個位置 我覺得Heidegger已經 某個意思上 Rekyll也會這樣說 去心理化 將整個全世界學 因為剛才很強調心理學 就是因為那兩位心理學 不是心理學家 全世界學家都覺得 全世界的最終任務 是了解他人的心理 所以到了這個位置 某個意思上 Heidegger已經殺了一個作者 而是將世界的地位 就是取代那個作者 因為不是作者 決定那些東西的意思 而是世界 所以到了這個位置 Heidegger已經不會再 只是關心某個別的人 如何發揮 如何創意 甚至Rekyll的說法 是因為Heidegger也有讀理財 覺得 理財會覺得 有什麼潛意識 或者不是這麼理性 有很多很混雜 個人都不知道的 一些心理狀況裡面 所以他覺得Heidegger 就不會像以前那兩個人 那麼天真地相信 一個人的心理活動 一定會透過一些 共同的結構外顯 然後透過了解這些外顯的 了解心靈 因為Heidegger已經不相信 一個人的心靈會 那麼直接地外顯在這個世界裡面 所以在這個角度來說 他會覺得 我們根本就不需要 甚至不可能去認識 一個他者的心理狀態 因為再加上 再一個項目就是 因為有剛才所說的 四個組織 我們是帶著一些前見去理解 我們不可能像 剛才那兩位作家 以為我們是一個偵探 純粹是一個客觀的 沒有帶著任何東西的 純粹是 可能帶著一個放大鏡 我不知道 那個什麼 福爾摩斯 經常好像帶著一個放大鏡 但是Heidegger就說 你帶著一大堆東西 但是以前的畫面 就以為自己是一個偵探 去調查 查一個客觀的 作者的意圖 所以按照剛才的 文化的說法 人類的理解 根本就不可能是這樣 所以基於 種種的 對於整個理解活動的 結構的把握 Heidegger就基本上 已經去心理化了 在整個全識學的發展史裡面 甚至去了某種以下的目的 因為以前會覺得 剛才Dilta 和Shramacher 有一個標準答案 是的 你可以逼近作者 創作的時候的經驗 那就是答案 你明白了它 你獲得的東西 這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如果剛才的說法 你解釋到你說什麼 就很有趣 就是每個人 有一個你不能完全自決的部分 構成了你的某種先見 我們平時覺得 這個詞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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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詞很重要 這個詞很重要 這個詞很重要 但是在Heidegger這個說法 或者後來的加納馬 加納馬有一個很有型的說法 他說他要做的工作是什麼 就是去除大家對於 這個詞很重要 就是那些先見 其實不是就是差的 是有一些構成 我們理解必然的作用 如果沒有了先見 就是什麼意思 我根本就沒有一個 既定的框架 所有東西都沒有意義 有意義 有意義就是放一個框架 去閱讀這些東西 但是閱讀之後會改到一個框架 框架不是一成不變 但起碼要有一個框架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先見 就是一個prejudgment 那這個構成我們理解的時候 必要的條件 但是這樣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如果我們用不同的先見 就是不同的框架 去推出東西 可以用不同的杯碟碟碟 甚至是說一些文字 它會產生不同的意義 因為我們用不同框架去讀它 它會產生不同的意義 這也反映在我們閱讀的經驗上面 我們十歲的時候看一本小說 二十歲、三十歲、四十歲 就是看紅樓帽、看金融 它會產生不同的意思 為何會這樣呢 我看到框架改了 我拿進去接觸貸款的框架改了 我們看到市民都有不同的意義 但是這樣就意味著一件事 就是沒有所謂的客觀標準的特案 去說什麼是意思 意思永遠都是文本 可能是一些東西 或者是一些文字 跟我們的主體拿著的先見 交融之後撐出的結果 加拿來會再說多一點 撐出來之後 就是不同的先見有不同的結果 如果你說不到哪個先見 才是好一點 才是對的那個先見 於是所謂的意思 都是沒有客觀的答案 在這個意義下 甚至有時候有一個比喻 意思一次次之後 就好像不是一個名詞 他用哈利格某個比喻 好像一個噴泉 就是不停用不同的先見 不同的框架 不停噴出不同的意思 可以是不停地開顯 這句話也是哈利格說的 這個概念的意思 就是 其實不是有個客觀答案 這麼簡單 是說有些東西 原本是很可能的 但是有什麼東西遮住了它 我們打開它 去打開它 去打開它 遮斃了的那些東西 讓那些東西呈現了自己 而其實那個意思 是不停可以打開的 而不停閱讀它 重新閱讀它 就不停打開的過程 在不同的朝代 不同的歷史 不停再閱讀它 就令到那個意思 不停越來越豐富 拒絕的部分 甚至你不停打開那些東西的意思 同一時間不停打開自己 作為一個主題 是這個世界中 存活的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這個位置 就可以輪去 我們下一節講加特馬 也可以回應我剛才一開始講 為什麼去心理化 因為如果全世界活動的最重要的價值 是打開一些東西的意思 打開自己的不同的可能性 其實不一定要執實於了解 一個作者的意思 根本不需要 所以既不可能也不需要 對於Heidegger和加特馬來講 作者的地位 就清晰殺死了 作者在詮釋學中的重要性 我覺得 那我們下一節 就談到最後我們想談的 加特馬和Rekord 其實加特馬寫了一本書 叫做 Truth and Love 我們來介紹一點點 我也不敢介紹些什麼 我先戴個頭盔 盡力說 加特馬剛才已經講到 就是 其實有些人覺得 基本上是 或者四哥可能也會這樣覺得 四哥覺得 所有Heidegger之後的哲學家 都沒有什麼大必料 嘩 擺明是屈人的 都是受Heidegger的影響 Heidegger都說了 神經病 不是 是迪卡爾 迪卡爾 但是他是靈魄 他反對這個詮釋 加特馬有什麼 進一步帶領著整個 詮釋學的發展 其中一個就是 剛才已經講到 他的書名叫做 Truth and Method 根據Rekord的詮釋 他會串他的 有一個位置很好笑 其實你是在寫Truth 或 Method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他覺得加特馬的任務 是做什麼呢 其實在Truth那邊 基本上 Heidegger都說了 就是人的結構 那個全有論 全部 基本上加特馬都應該是 繼承了Heidegger對人的理解 但是問題還在 就是剛才 頭兩位的 那些知識論的問題 就是究竟如何為 人文學科奠基 或者為我們 如何閱讀文章 有所謂正確不正確 究竟應該不應該 雖然剛才已經說到 取消了某個以上 取消了客觀性的問題 但是 克爾就覺得加特馬 都是想回答 類似 雖然未必 承認某種客觀性 但是似乎我們都要問 那有沒有所謂 好一點的閱讀 那些東西 但是他又同意了 Heidegger說的 那些 圖案 但是 那個位置就是 我們這樣帶著這些東西 將這些外物 看成其他東西的時候 有沒有所謂好一點 或者沒有那麼好 例如可能 某一個地方的人 喜歡吃狗的 他就把狗當成食物 這是他的自分解釋 但是可能 另外一些地方的人 是不吃狗的 他的自分解釋 狗就不是食物 是寵物 而愛吃的 好像兩個 當他們兩個觀念 相當的時候 如果我們沒有一個 客觀的標準 就似乎沒有 就是我們說不到 誰對誰錯 就只能由他 所以他 裏區的說法 就是他 用了Heidegger那套 對人的理解 去接受 Shyrmarker 和Diltai 那個挑戰 就是究竟如何 為那些閱讀 或者那些 人類認知的活動 去奠基 所以是奠基於 那個知識論的項目 但是建基於Heidegger 那套全有論 所以就是 Truth and Method Method 就是究竟有什麼方法 究竟我認知一些事情的時候 究竟應該按照什麼方法論 去進行這個活動 這個就是 Shyrmarker和Diltai 關心的課題 方法論的問題 但是 Truth 就是他繼承了Heidegger 那究竟怎樣 放在一起呢 其實有 我猜很多人都覺得他失敗 也很多人會覺得 他最後沒有提出一些 很合理的方法 這個就是 關於Gardemar 要怎樣處理的 一個詮釋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阿鳳的問題 是一個文化的問題 剛才那個 關於兩個不同的世界觀 應該怎樣處理 但是這個 我想它比較厚一點 引入 例如 哈利格馬薩對於 這個問題的挑戰 會更加合理 這個問題 現在擺放的是什麼問題 我猜他 看你怎樣跟Gardemar 我的Gardemar 會比較實用 就是他的工作 去到哪個位置 我仍然覺得他是用 因為Heidegger 從來不是說 我們怎樣認識其他人 是得以可人的 這樣 Heidegger 在說認識所有事情 所以他一隻沒有了 但是Gardemar 又回來了 但是他為什麼會做到這件事 就是他在用 海德格的某個框架 仍然維持在 那個所謂的 傳有輪轉向之後 但是他可以說到某些事情 那是什麼呢 他有兩個概念 我覺得很重要 我想最多人用 第一個 就是不得不提 就是所謂的事物的融合 Fusion of Fusion of Fusion of Horizon 就是他在說 溝通是幾回事 如果剛才的說法就是 Heidegger的說法 我們認識世界 當然是用我們某個框架 拿過去去理解一些東西 但是理解完一些東西之後 那些東西有機會 因為個別的理解不同了 那個部分改變了 會影響到我最初的框架會變 會形成全身的循環 那麼 放在人上面說 就是什麼 就是我個人 和認識一些東西的循環 我認識一些東西之後 會影響我自己的框架 或者是我自己 所以人作為詮釋者 其實可以透過閱讀一些東西的時候 是有機會對自己有一個轉化的 我認識一些東西之後 會改變到我自己 如何看世界 於是他有新的看世界方式 他會看到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這是那個過程 而這個原本 可樂界就是講一些東西而已 但是 加特馬 將他放在哪裡 就是放在跟別人溝通上面 包括跟別人直接溝通 又或者 包括閱讀一個文本 就是文字上的文字 他就會說 其實彷彿就是 就是每一個人都帶著某些環境 這個環境就是 我們先用可樂界的說法 就是有些 循環境 那些四個組織 之前有的先建 那麼 加特馬就叫他做 環境 視域 為什麼呢 你想想視域這個概念是什麼 就是我看東西的盡頭的視域 就是我看下去 一片大地 盡頭一個位置 跨了一圈就是視域 所以視域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局限了 極限了 人能看到東西的那個範圍 而每個人總是在世界上 在某個點裡存在的 所以我們當然有我們的先建 而我的先建就是視域 決定了我們看了什麼 而他的說法是這樣的 就是人和人之間溝通 又或者一個文字也是一樣的 其實在做什麼呢 就是你的視域和我的視域不同 你在你的世界 那個點看過世界 我在這個點看過世界 我自己看的東西不同 但我們可以聊天 我可以告訴你 我看到的東西是怎樣 你看到的東西是怎樣 那我的視域 就和你的視域 某意思上融合了 我的視域受你的視域影響 就變成了視域的內容 對嗎 你看到文章一樣 那個文章就彷彿帶著每種視域 就是影響我視域的那個能力 於是我一接觸這個文章 我和我讀一個文章的時候 那個文章就會影響到 我原本的先建 就是我的可哀神 從而我某次跟文章有一個交流 所以對於加特馬來說 所謂溝通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視域之間的融合 如果回到阿鳳剛才的例子 如果有兩個不同的文化 體系是完全不同的 例如對狗的理解不同的話 那可以怎樣呢 溝通 我們可以互相聽 為什麼你會這樣覺得 為什麼我會這樣覺得 而這個溝通 令到我們各自 令到荷灣城所改變 就形成了一個Fusion 我覺得這裡其實已經暗示 或者我不肯定 Heidegger是否真的有這個問題 因為Heidegger整天批評 都是他個人的主體太大 就是剛才也有類似的 我覺得有機會有一個影響 就是好像我決定了 這些東西的意義 總之是我壞了事情 那這個就會導致 剛才我所說的問題 那是不是什麼都可以 就是你每個人 我喜歡看什麼 就看成這樣 就是會不會是這樣呢 那我覺得Fusion Horizon 這個概念 已經暗示了不是這樣 因為第一 我們不是有各自的 密封和密封的一個 Horizon 不可能進行融合 如果是這樣就溝通不了 同一時間我們也不是 一個完全固定的 一個大的世界裏面 沒有改變的可能 但是現在Heidegger 不是Heidegger Galemar就說 好像各自都有一個 Horizon 但是同一時間 那條界是可以被融合的 好像沒有那麼確定的 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 那所以按照這個說法的話 就所謂理解他人 他者 他物 就不完全是一個 我決定他的意思的過程 因為他自己也有他的 Horizon 而Fusion Horizon這個概念 就是把握溝通 最重要的價值就是 擴闊各自的 看到一些東西的盡頭 看到更多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位置 某個議題上已經回應了 某些Heidegger 可能遺留下來的一些問題 而我覺得這個 放回到剛才的說法裡 其實他是在做某些雕題的工作 所以是 他講明了人民學科 有什麼可能 人民學科可能是因為 人其實是可以和其他人 或者和其他文本 是有一個 Fusion of Horizon 從而獲得某種新的 Understanding 改變到我自己 這個就是人文學科 為什麼我做人文學科 導完之後會覺得 有一個 Self Transformation 就是因為我成功和其他人的 學衛生融合了 改變了我原本 又的先見 因為我剛剛的問題 其實是說 可能我真的有某一個 對於某一件事 可能對於狗是什麼 就是龜類成什麼 是一個很確定的意見 那別人也有一個很確定的意見 然後我們是不相容的這個意見 那就好像出現問題了 但我猜你們所說 就是很多時候 其實我們的學衛生 或者怎樣擴大和其他人 感覺在一起 就是因為我們有很多時候 不是對於全世界 就是所有東西 你都會有這麼確實的意見 或者是一定和別人相當的 很多時候可能 你對於某一些 對於世界的理解 和某一些人 或者世界上其他的人 是會有些位置 是不會相當的 亦都是可能你知道某一些 或者你也知道某一些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好像可以感覺到 我覺得不止的 就是我 剛才的個案子 就算是他有一個 特別意見是相當的 例如你覺得狗能吃 我覺得狗不能吃 這個位置上 就像大家一個是 一個是 一個是非 好像撞了 但是為什麼 你覺得狗能吃 而他覺得狗不能吃 就是因為 整個背後的世界觀 世界觀是很大的 於是其實 所謂溝通 就算我們在某一個立場上 某一個看法上 可以是相衝突的 但我們可以就著 整個世界觀來溝通 為什麼你覺得狗能吃 為什麼你覺得狗不能吃 而這個溝通 是會有一個融化的狀 最終可能是其中一邊改了 你也可能沒有改變 當我和你溝通的時候 其實我不是直接溝通 我現在的這個特性的 而是可能我拿在我整個世界觀裏 某一些其他的 element 大家互相相撞 而那些 element 就未必是 因為當你不是只說一個 element 你只說一個 element 就可以說相不相撞 但你只說一個系統 一個系統就很難說 什麼相不相撞 所以他當然有某些位置 可以透過明白 對方的出發點 從而顯示了自己的系統 有某些修正的可能和空間 這樣就已經足夠了 他不需要說到一個系統 是撞了 如果個別是說一個句子 狗能吃還是不能吃 可能就撞了 這樣的話就顯示了 大好力溝通的可能 如果你反而只說一句 就沒有溝通 我說狗能吃 就不能吃 只能溝通 這個溝通就在於 其實是一個原因後面 有整個世界觀後面 如果那個世界觀可以透過對照 之後互相發現了 對方為什麼有某個點 我可能沒有錯 我那個角度看不到 於是有機會 有修正我那個點的空間 這個就是所謂溝通 也是人物學科做的事情 所以他已經建立了某一種方法 對 按照Heidegger的概念 從來的真正 以及打算人是怎樣 建立了某一種方法 我補一個點 可能 然後 會有更多意義 剛才聽到你的討論 就是 原來 加特麻 多重視一件事 溝通 他其實把這個想法 配合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他的方法 就是他對全式的一個理解 他很推崇蘇格拉底的對話錄 因為他會覺得 現代他那時候的所謂的學術論文 其實是 我有整套東西 我講我的立場 我去說服你 其實你是用回你整個世界觀的元素來的 然後我把你打倒 但是他會看到 蘇格拉底的對話錄 就不是一件這樣的事 可能 這個結論 其實是在溝通裡面 慢慢地發展出來 他特別喜歡的那些位置 就是蘇格拉底 敗戀別人的看法 這個就是 其實是衝擊我本身的世界觀 然後就是 一來一往 一來一往 就不是我預先 有一整套東西 然後去困 打贏你 這是世界的吞併 或者這些叫做文化霸權 而是 大家耐出來 他很推崇這類的文章 而他認為 最好的閱讀態度就是 跟文章做一個談論 這樣 所以 他這個想法就是 就是把問題給文章 其實這個就是先見的所謂 或者一個環境 就是 你因為懷著不同的環境 你會問不同的問題 去問文章 你問不同的問題 文章會給你不同的回答 不同的回答 這個又會再令你 可以問新的問題 這個對話是不停的 所以《Future and Horizon》 這個概念 已經交代了他 對一個好的閱讀 和一個差的閱讀 的一個判斷 我覺得 就是你不能夠 只是把自己的世界 套進一些東西 去決定那些東西的意義 那這個只是 我覺得 有些人聽完 他的方法就是這樣 總之 你要聽別人說話 其實說到最後 就不能夠把自己放進去 那他 說起蘇格拉底 他都可以推同愛事 據我所知 就是他都會說 這個沒有 沒有得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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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代一些 閱讀的五大要素 五個條件 做不到這些 他說 所以他用 阿里士多德的一個概念 應該怎麼讀的 就是實踐智慧 Practical Wisdom 就是不能夠一條條 規條地說 不理會的情況 不理會的 context 說你每次閱讀都要怎樣 他指出一個很基本的 就是剛才的目標 就是我們應該要追求溝通 追求Future and Horizon 擴闊自己的視域 看到更多的東西 我之前的時間 就是給我一分鐘 我講完最後這個 因為我講加勒文 不講歷史的意思是有點奇怪 但我講到一個很快 就是 我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 Horizon 怎麼來 其實剛才凱特格已經說了 就是你有時候被投債某個位 就是被出生的 那些 你沒得選擇 加勒文說多一點 凱特格其實也有說 就是那個歷史的位置 其實之前有很多前人 有很多歷史在前面 往往在文化 一度一度傳統的時候 去到你那個時刻 在你那個特別的情況上 你會不具體 享受也好 或者比較也好 拿到某一套看世界方式 那這個就叫做 在歷史中給你的一個意識 所以有時候的歷史意識很簡單 而這個意識很有趣 就是我們是不覺得的 因為我們是最自然的 看世界開始學就學這個 我們是不覺得的 所以有一個很有趣的意味 就是如果我們要知道 自己認識自己是怎樣 你怎麼看就看不到 你怎麼才能看到呢 就要透過一個很奇怪的 detour 走一個圈圈的 就是你發現了 你和閱讀世界的其他東西的時候 咦?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意思? 為什麼會產生第二個意思? 為什麼會產生第二個意思? 你才慢慢認識到自己的歷史意識是怎樣的 所以用一個日常經驗去解釋 就是你去旅行去其他國家 去一些不是廣東話 或者不是中文 或者不是英文 做母語的國家 你就透過一些其他的東西 你可以再重視 反思你自己的環境 所以自我了解不是那麼透明的 是要透過閱讀才能撞到 不是坐在這裡打坐 反省先 我先反省先 並不是毀人才站在一個巨人的肩膀上 而是所有人都站在這個巨人的肩膀上 挺好的 這句話 我通常用陰陽眼來解釋 巨人之所謂巨的肩膀太大 浪起就是所有人類都可以 那我們是不是再說 我們可以開賣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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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說 剛才已經盡量降低 因為剛才Heidegger說到的主題很極 就是每個遇到的事情都已經參與了 那Gadamard已經盡量想降低一點 要溝通 要溝通 但是對於某些哲學家來說 這個仍然不足夠 我很簡單說兩個很有名的挑戰 一個就是Derrida Derrida和Gadamard有一個很有趣的對話 雖然那個對話是溝通不太成功的 但也是正常的 但是不要緊 當年俄湖之面也不太成功 就是在中國哲學的傳統上 但是大哲學家常常都是這樣 但是我一個點是清楚的 就是Derrida穿著重一個概念 就是Otherness 或者Difference 很簡單說就是 我們會不會太著重主體 或者太著重自己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就算Gadamard已經在說 我用我的荷來神 和你的荷來神Fills 所以都可以打開自己 但是你不得不 是用你自己的荷來神讀別人的 可以讀個文章 所以最終的文章的意思 或者讀別人的 和別人的 扣龍之道產生的意思 總是你的荷來神讀出來的 結果 那會不會其實 某意義上來說 你不容許一些 不同的 Radical difference 的東西存在呢 你只是用你自己的同性 就是這樣說的 他吃光了那些荷來神 沒有荷來神的存在 這個真的是Heidegger的遺害 我覺得有機會是 是的 這個是其中一個問題 雖然他後期就放棄了 是的 甚至有人說 最終如果看文本 就產生了六經主要的問題 所有經典都可以 就是用我的框架去讀它 第二個就是Habert-Marser 另一個德國哲學家 又是跟加勒馬有一個辯論的 其實是不戰的 就是說究竟如果在這個意下 有沒有可能拉到一個距離 去批判我們用的框架呢 因為你一說pre-understanding 一說Horizon 而且加勒馬說得很強的 是歷史給你的 你走不掉的 甚至你都不知道 你透過練習才慢慢找出來的時候 那有沒有可能有一個空間 去批判自己原本的框架 這個他叫做批判他的意識形態 從而令到世界撕掉一些不好的東西 下去更加好的方向呢 這個在全新的角度來說 只會找不到空間 這個就是Habert-Marser的批評 但這兩個批評歸經究底 都是在說會不會主體太大的問題 就是將一些東西 納入了我的框架裡面 不能夠遇到真正的他者 做不到真正的批判 這個就是加勒馬要面對的一些挑戰和問題 只剩下沒有時間 已經過了時間 用一分鐘說 如果這樣就嘗試為全式學去補給 回應這個Habert-Marser的批評 而我覺得他用了很多法國結構主義的資源去說 其實文章或文本 不是有一些不用理解的 你可以解釋的 用回剛才Dilta的概念 解釋和解釋 他說那些文本 他認同法國結構主義的想法 就是那些文本自己 是有些好像獨立於詮釋者的一些結構 這個位置又很像 Scheinmarker說的 grammatical interpretation 就是他本身有一些東西 是先於你用那些 架構和樓架構的解釋 這些活動之前 其實你應該做了一些 類似 Scheinmarker說的 grammatical interpretation 或者那些結構主義說的 那些結構的分析 或者用回Dilta的概念 就是解釋 解釋那些結構先 那其實這個位置 就不會用主體套進去 那就可以先了解一些他者 如果跟你不同的 然後呢 才進行understanding的活動 那這件事如何可能呢 那這集就沒有時間講 有興趣自己看書 但是我的問題是 因為你說的結構主義好像很大 其實不一定要說結構主義 雖然他只用很多結構主義 但是你的想法是這樣的 總之現在現在變成了兩個步驟 以前沒有方法 有Heidegger到加特曼華 沒有方法的 就是遇到訊息 那我有個環境 就撞了 有意思了 那些意思可能就是你困出來的 但是其實很簡單 我覺得我們要找兩個步驟 擺放某些方法學的影子在那裡 就是我們也不是不求正確的 那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就是第一步 首先不要把你的環境 和那個訊息的環境撞了 先停止這個環境 或者是很有意識地放下 很有意識地放下 因為他也同意Heidegger 沒有可能完全撞掉 但是你要很警告 然後儘量放下 然後想做某些很抽離 好像科學式的研究 有時候說不一定要用結構主義 你可能找些文本分析 就是分析一些字 或者分析很多東西 在那個時候 你不要理會那些字是什麼意思 你先停止那個訊息的產生 但是先分析一個文本 這個位置容許一個空間 保持某種距離 這個距離 令到你找到一些 可能不是你自己問的問題 所以他發現了一些很有趣的現象 有一個文本 其實是自己在問某些問題 但是如果你一開始用你的切入點 就是如果用加拿大講法 我用那個問題問進去 他就給我一個答案 你當然是用你的問題問他 但確不是的 有時候有文本自己 其實你分析得夠好 你找到自己內部有些問題問 你就可以突然間有一個 你自己的主題 從來不會問的問題 其實在裡面找到 而你最後一個問題 給一個訊息 再次Fusion of Horizon 才讓它這個意思產生的話 你已經隔了一重 那這個主題的威力 就弱了很多 多了很多可能是做什麼 產生一些新的意思 從而改變回主題 於是就有一個批判的可能 還有有一種他自己的可能 所以最後一句就是 為什麼他會選加拿拿 Truth or Method 我覺得他負事意上 覺得加拿拿是講不到 Method 而他自己剛剛這套就是他的 Method 而且他是建基於 一直以來 Heidegger開創 那套對 truth 對人的看法 去講一套 Method 就是剛才嚴肅說的 二步的模特 嗯 嗯 是 所以我還有一個 就是還有一個 所以我很欣賞 說完一句 所以我很喜歡 Rekord 說的一個概念 叫Distantiation 很快 就是距離 就是他說 我們平時 說話的時候 我們平時 說話的時候 因為那些 說話的時候 我們三個人 四個人 共存在某一個空間 就說了 而所有的 情況已經在那裡了 但是Tax 正正就是 文字 那些 是因為過了很多年 那個處境不再存在 所以使得我們才要 更加有個空間 就像剛才的那種 解釋 以及再做 解釋 而於是Distantiation 其實使得Tax 是獲得某種自主 有自主 不再我們在一個情況下 讓那些情況 都決定了 我們所說的意思 是什麼 我們有個空間 是拉開了一個距離 而這個以前覺得不好 以前覺得要克服的東西 現在覺得不需要克服的 反而他使得Tax 也有可能 使得Understanding 也有可能 可能對他來說 就是我們看一些 可能舊一點的文 可能我現在看論語 因為我們已經有個語言 就是文言文和白話文的隔閒 其實不是 他不是說語言 他不是說語言 他在說文字 離開了 我們沒有一個共通的情況 我們現在在這裏 我們有個空間 我一說 一隻杯 你真的知道這隻杯 但如果你看文字 那隻杯 就完全不同 就釋放了文盤 因為他離開了 我們現在一起共存的 所以他不是真的在指 你的空間 或者是時間上 跟他的距離 我覺得他在說 Tax 的出現 就一定會是這樣 是的 文字真正的Tax 就是 和語言有什麼分別呢 他在說 四種遮蔽 我覺得就是 遮住了情況 遮住了時間 遮住了說的人 遮住了聽的人 這就是文字解放 在說話的重點 所以才可以拉開一個距離 我們很可惜 今集就不夠時間 繼續說require 我們有機會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拍 我們今集就是這樣 下一集再見 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